大家好,我是娟魔力 把面粉倒进西红柿里面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这个方法是隔壁村92岁老奶奶告诉我的 她经常这样吃,精神好,身体棒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西红柿 要像我这种又大又红的 再把它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倒入适量的忘情水 用我的左右手把西红柿搓洗干净 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洗净后再找一根不锈钢筷子 再往西红柿中间插进去 把西红柿去一下皮 这种去皮的方法简单又非常的实用 开小火来烤是最快的 不到5秒的时间西红柿的皮就脱落了 像这样皮裂开就证明已经烤好了 我们再用手很轻松的就能把它撕下来 这种去皮的方法真的是简单又快速 太实用了 去皮之后的西红柿再用刀给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耕地切掉 接着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各种矿物质 所以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上一些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后再装入盘中 接着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再用筷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西红柿都能裹上一层面粉就可以了 拌匀之后先放一旁备韵 准备几根洗干净的芹菜把它的叶子摘掉 粗一点的我们再用刀把它划开 再改刀切成小丁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就动动你们的发财之手 帮妹妹点个关注点个赞呗 辛苦你了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切好后装入碟中 再准备几个大蒜子 用刀给它拍扁 再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后和芹菜放在一起 几根香葱中间给它来一刀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碟中 先放一旁备韵 再准备一些洗干净的海鲜菇 今天这个西红柿的做法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海鲜菇的味道特别的鲜美 所以老人和小孩一定要多吃上一些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再用刀把它的尾部切掉一些 不要 再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 碗中再准备一些这道菜的灵魂 一块钱的虾皮 接着碗中再打入三个正宗的公鸡蛋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白醋 再用筷子给它搅散 白醋能够去腥增香 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起锅 锅热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再把鸡蛋慢慢的倒入锅中 先不用动它 让它稍微定型一下 定型之后再用筷子给它滑散 把鸡蛋煎成金黄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来装入碗中 先放一旁备运 紧跟着锅中再倒入适量的油 再把芹菜蒜末倒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后再把虾皮和海鲜枯 倒进来开大火继续翻炒 翻炒个六七八九下 炒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把炒好的鸡蛋也倒进来 用铲子给它推动均匀 再盖上盖子开大火让它煮开 煮开后我们再把西红柿丁倒进来 我们在放的时候要注意用筷子一点一点的放进来 全部放完之后再用铲子推动一下 防止粘粘在一起 然后再盖上盖子继续让它煮开 煮开之后我们再给它调个味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食用盐 再用铲子给它推动均匀 使调料化开 这个过程大概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一道鲜美的番茄面疙瘩汤就这样做好了 然后盛入碗中就可以享用了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迷盐的小葱花 这样看着都非常有食欲 颜值也非常的高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炎热的夏天没有胃口 来上这么一晚真的是吃着心里非常的鲜美 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娟莉天天分享 我们也开吃啦 一碗颜值又高又好喝的疙瘩汤 一下子就被我家两个小茉莉喝光了 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赶紧坐起来吧 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放着虾皮 好不乐 好不安 好不安 我都不能接到 很香 好不安 好不ro 好不安 好不安 我不敢